第一步 关闭总电源 第二步 拆掉传统控制器 第三步 装上智慧卷门控制器 为了方便辨识 我们将原本的线路 另接上了不同颜色的线 线路分别为上下停供线 以及两条110的电源线 第四步 确认上下方位 别搞反了 这边是朝向 接着将其锁上 第五步 因为这次安装的是传统铁卷门 所以要将面板开关掰至NC 第二步 拴上盖子 第七步 功能测试 测试OK 第八步 下载并安装Smart Live 连接上加装WiFi 打开APP APP会自动搜寻智慧卷门控制器 按下添加 并按下加号 并添加加装WiFi 按下一步 等待设备与APP连接 添加完成 第九步 添加完成后 测试手机控制 点入铁卷门控制器进行测试 测试完成 安装成功